进入到第二个环节 委托加工环节 也是我们作为重点 而且呢很多学生认为 这个环节是个难点 比较乱 比生产销售环节还乱 咱别乱 咱只要听明白了 概念清楚了 一点都不难 好我们下面就来解读 加工这个环节 什么叫委托加工啊 这必须得先清楚 所以第一个 我们先把这个定义 必须要先界定清楚 在委托加工界定时 一定满足什么条件 这个材料 一定得是委托方来提供 主要材料 主材一定是委托方提供 提供完了啊 受托方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它只是给你提供劳务 就是给你提供服务的 这么一个角色 我就只负责给你提供 加工劳务 我收加工费 服务费 它是只收取加工费 最多是带电一些辅料的 这才真正意义上叫委托加工 所以在消费税当中的 严格界定委托加工的定义 委托方提供主材 受托方只是收取加工费的 这叫委托加工 反过来什么情况下就不符合税法说的 委托加工了 不属于委托加工的 这三种 大家要作为一道选择题 要好好看 然后在计算题当中里 这会作为问答题 这会作为问答题来考核大家 所以大家把这三种情况看好 是计算问答题 第一个就是主材不再是委托方提供 是受托方 我自己提供材料 然后我再给你加工 这就不叫委托加工了 受托方 先把主材卖给委托方 是我先卖给你 然后再接受加工 也不叫了委托加工 第三种 受托方 是用委托方的名义 但实际是自己构进的原材料 这样再生产出的 消费品 记住 这三种情况下 都不再属于委托加工 那大家说不属于委托加工 属于什么 就视为是 这三种情况下 就变成了属于受托方 销售 相当于销售自产的 应税消费品了 看出来 相当于把受托方 就看成是生产企业了 我自己买原材料 然后买完了 我再加工好 我就卖给你 那不就变成了销售自产吗 就变成直接销售了 它就绝对不是委托加工了 所以把这三种情况 大家要记住 好吗 好 这是我们第一点要清楚的 第二点 如果是真正界定为符合委托加工的 我们要看好了 作为委托方和受托方 设的税都是涉及俩税 都会涉及增值税 也会涉及消费税 但是不太一样 从委托方这个角度来看 它涉及的消费税 它是真正消费税的纳税人 只是不由它直接交 受托方只是代收消费税 但是它是真正消费税的负担人 在增值税 大家看出来 它就会产生什么 产生的是进项税额 这个进项是两块 一块是你得提供主材 这个材料如果是你买来的 你就产生进项 第二个 你必须得付给人家受托方加工费 这两项就变成您的进项税额 而且这笔进项税额 都应该是平票抵扣的 往往是 看出来了吗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 当然了也不绝对呀 很可能你买的这个是农产品 加工成熟 应税消费品 也有可能是考计算抵扣的 都有可能 但你付给的受托方的加工费 绝对是平票抵扣的 凭着受托方给你开的专票 你作为进项来抵 这俩清楚了啊 好 那么再来看受托方呢 它涉及消费税里 它不是真正消费税的纳税人 但这时它就富有 代收代缴消费税的义务 看出来了吗 你要不代收的话 那么税务局会罚你的 增值税呢 大家看 这就属于它的增值税的 应税范围 它收取的加工费和辅料 它就会产生增值税的 销项税额 它就属于给委托方 提供了加工劳务 这绝对属于增值税的 征税范围 看出来了吗 如果说你给代电辅料 辅料也是你买的 那又产生了进项 所以对于受托方 增值税里主要产生的是 你的销项 因为属于你给人提供了 加工劳务 该怎么交税怎么交税 所以这是涉及双方 两个税 我们第二章讲完增值税一定要跟消费税一定要不断的在给它如何在一起 好 这就是第二点 第三 再进一步 在委托加工这个环节 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是在什么时间 绝对不是等生产企业把加工好的东西拿回来再销售的时候再交 已经不是了 一定是在提货的这个时候 受托方就要履行代收代缴义务 除非这受托方是一个个人 那这不是在提货时一定是在收回以后向税务机关所在递交 那就不是代收了 委托方得自己交税了 所以我们的计算题就考在正常情况下 这时就不再交销售时了 改成了提货的时候 你从受托方那拿回来的时候 税就已经发生了 就把税交完了 好 这个纳税环节也清楚了吧 好 这个把握好了 然后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请大家来计算代收代缴了 作为受托方 你把货物再交给委托方时 就必须要履行代收代缴义务 那紧接着先知道问答题 这就是考试时考大家第二个问答题 第一个考大家 让大家判断算不算委托加工 税法里界定委托加工的定义是什么 问答题要挥 第二个就是考大家得知道受托方 要履行代收代缴义务 一旦他没有履行代收代缴消费税 怎么处理 又是一个问答题 这个问答题听懂了 首先作为委托方 等于你在拿回来的时候 是该交的消费税 受托方没有替你来收 怎么办 你自己拿回来 你得需要补交这部分税款 你是需要补税的 那么当你补税的时候 那么组计税依据是什么 如果你拿回来都已经把它又卖出去了 那对不起 绝对按照你直接对外销售额来补税 补税的依据是根据销售额 但如果我拿回来了 我就放在那了 我还没有卖出去 也不能直接把它卖出去的 这个时候就要组成计税价格了 这个计税价格记住是根据哪个 还视为是委托加工的组税价格 注意还是根据委托加工的组税价格 那么对应的这委托加工什么意思 就是紧就成本和加工费 这个组税价格 不是成本加利润 你直接对外卖了 这个销售额里一定是成本有利润在里面 你要是说我没有销售 我补税的时候等于税机小 仅仅还是针对加工费来补消费税 OK清楚了吗 好这就是委托方 补税的时候一定要看体理交代 他说拿回来的时候 已经都对外销售了 实现了销售额多少 那直接就补就行了 如果没有直接销售怎么办 也必须按委托加工的组税价格记税 那作为受托方呢 你就不需要补税了 因为你本身就不该交这笔消费税 你只是代收 你没有代收怎么办 对方应该需要把税补上 但是你必须要交罚款了 因为该履行的义务 你没有履行 要接受罚款 罚多少 根据你应收未收 代收税款的50%以上 三倍以下罚款 这好大家记住了 问答题 所以这就是整个 咱们先把委托加工的这个路子 大家先清楚了 什么叫委托加工 知道吗 好 委托加工它的纳税环节 纳税用发生的时间是在什么时间 然后代收代缴 应该是谁富有代收代缴 把这些理论都作为问答题 大家要好好理解了 还要把它复述出来 OK 好了吗 好 所以我们的计算题的第一步考大家 就是委托方 需要拿回来补交税款是多少 这是第一个计算题考的地方 就是在委托加工当中 遇到的第一种计算题 剩下都是定义 都是问答题 什么叫委托加工啊 什么情况下不属于委托加工啊 受托方没履行代收 应该接受的罚款是多少啊 这都是问答题 好 这是第一点 看好了 然后紧接着 正常情况下 凡是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如何计算代收代缴的消费税呢 下面开始整个都是 我们计算题 需要大家要好好关注 把握好的 那么仍然下一步 要看你加工的消费品 采用三种计征方法 从价从量复合 我们的重点就是考从价跟复合 仍然是不考从量 好吗 好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采用从价计征的话 委托加工的组税价格公式 看出来了吗 成本 这是最关键的 加工费 不是利润 然后除 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这我就不用再解释了吧 它是价内税啊 所以它这时变成了 成本加加工费 除一减比例税率 用这组税价格 再乘以比例税率 要是复合计征呢 你生产环节 我都给你讲通了 这不就通了吗 先从价再从量 从价当中里的税 也必须是个复合消费税 所以除了成本加加工费 没完 还要再加上收回数量 乘以定额税率 然后除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用这个组税价格 乘以比例税率 算出从价税 再拿收回的数量 乘以定额税率 再算从量 是从价加从量 好了 这就一通百通了 我们只要生产环节那通了 这两个公式就一点问题没有 好 委托加工里的难点 是我们下面要开始 细细解读公式当中里面的成本 是怎么组成的 成本是一个难点 这要不对 因为考试时加工费 直接专票就给你了 您只需要核定的 就是这个成本 是需要您来进行核定的 核定的高与低 直接影响你交消费税交多少 我这句话告诉你 这就是咱们在座的会计们 财务人员的基本功 因为这个成本是您自己要核算的 您自己核算的准确不准确 直接影响你交的消费税 这就考验您基本功 要求您的理论水平必须有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成本中 它是怎么构成的 首先第一个 所谓的材料 这个成本一定是两块构成的 第一就是买价 第二就是什么 一定别忘了运飞 因为您委托方来提供主材 所以这时候的成本里肯定有什么 由您购买材料的本身的成本 是不是这样 所以材料本身的成本 本身买价在里面了 而这个买价就会出现两种 你将来购进这个材料 记载在账面的成本是两 一种是这个材料买进时 是平票抵扣的 那当然记载账面的成本 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买价 但如果你购进来的是计算抵扣的 简称农产品 那我们前面讲增值税说了 此时你记载在账面的 这部分农产品的成本 一定不是百分之百的了 是拿收购价在扣去了 进向税额之后的 百分之九十或九十一的成本了 这我们在增值税 可已经都学得很透了 那如果你停的稀了糊涂 那你这就没法听得懂了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 这个材料的成本是要取决于 你在购进的时候 是平票抵的 还是计算抵扣的 根据你产品的特殊不同 所以成本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你记载账面的买价是不一样 是百分之百 还是仅仅是百分之九十或九十一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注意 你在买材料时候 肯定会产生有运输的问题 所以这个运费 也必须寄入你的采购成本中 那大家说了运费 会意外一个什么问题 如果你拿到运输企业 给你开的砖票 意味着当初在进来时 进向税已经底了 这时你进到账面上的运费成本 就是只有价就没有税了 因为税你已经抵扣出去了 是不是这样的 但如果你拿到的是一张普票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 那你一定进向税也没底 那就价加税 必须一起进成本 这就是它不同的 所以呢 这关于委托加工的时 由于是由你委托方 来提供原材料 那么当你把这个材料 提供给加工时后 这个环节 是有可能产生运输的 所以这个运费 是要肯定进入成本 但如果你在买材料当中 所产生的运费 不是在运往加工厂 加工运输的过程中产生的 这个运费 还能不能计入你的这个成本中 这个时就要取决于 合同上是否注明 包含着这个运费 那得看合同写明的 那这句话看完就告诉大家 我们这里计入到材料成本的 这个运费 原则上就是仅指什么 是指在加工过程中 是指在加工过程中 由于委托运输厂在运输 送往加工厂加工 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运费 这个当然要计入你的材料成本 至于说我不是在送往加工厂加工 我是在一开始买这批原材料的时候 主材的时候就产生的运费 这我还能不能记录到成本 这要看合同是否明确约定了 所以这个运费一定要首先明确一下 OK 所以这里最难的地方就是在这儿 就是这个材料本身就是计算抵扣的 导致呢你根据账面上的成本 一定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买家 一定是百分之九十或九十一的 这个一定要清楚 这就跟我们前面的增值税的进向税额的抵扣 所进向转出的时候 我们已经给大家解释清楚了 这还会要用到 好吗 尤其是烟液 烟丝 看见了吗 所以这就用到 我把烟液产品 然后呢加工成烟丝了 这个时候呢 我提供的主材一定是烟液 而这个烟液本身一定是计算抵扣的 而且烟液产品特殊 这个买家里还含着 百分之二十的烟液税在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你记载在账面的 烟液产品的成本是怎么来的 一定得想清楚了 这就是会计上的基本知识 所以来自于这儿 然后再看一下公式中的加工费就简单了 这个加工费一定要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你收取的全部费用 包含着辅料的实际成本 但是绝不含增值税 此时受托方给你开具的是专票 OK没问题 如果给你开的普票里含着增值税了 你得把增值税剔除出去 所以这里说的加工费 不仅仅包括加工费本身 也包含着带电的辅料费 但实际在考试当中 直接就给你加工费多少就完了 不会涉及辅料 我们在这里只是知道 加工费本身的范围 其实不仅仅是加工费 还有辅料在里面 受托方都会找你委托方来要的 这个明白就行 考试的时候简单 这个大家清楚了 看完了我们下面就来看 凡是委托加工 需要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的时候 一定注意在算税时的顺序 顺序有要求 一定是有顺序要求的 第一点先看什么 先看受托方有没有同类消费品的销售家 如果有绝对先按这个走 考试的时候会哄你 又给了受托方同类价 又给了什么成本材料加工费 这时你绝对按照第一个 有价格绝对先按价格 必须在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家的 才会按照组税价格算 这个顺序一定是有先后的 考试时一定先看好了 有价直接按价算 那就简单了 没有的才会组成积税价格 这是需要提示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好吗 好 这个看完了 大家我们下面回头 需要给大家展开的就在这了 这里面关于委托方所提供的那个材料成本 还有加工费 主要这个材料成本 希望大家特别注意 平票底的是一点问题没有 最难的地方就是在计算底扣的 此时你在核定这个产品的成本时 一定注意这个公司 一定注意这个公司 好吗 好 那看完了 我们拿例题来说话 我们下面看看这道题 这是一家酒厂 生产酒的一般纳税人 二三年到二月 受一企业的委托来加工二十吨的白酒 甲就是受托方 注意啊 甲的这个酒厂是作为受托方 所以他要履行 代收 代缴 消费税 因为加工是白酒嘛 所以他要 呃 挣消费税的 双方约定好 由乙企业提供原材料 那乙企业就是委托方 他提供主材 这就符合委托加工定义了 知道这批材料成本直接给你了 三十万 开具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注明了加工费是架税合计金额八万块钱 是含税的 加工费一定得剔除增值税 酒厂注意 有同类的白酒产品 有同类价 不含税的售价是每吨2.75万元 那既然受托方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 那么再算消费税值不就按同类价来走了吗 这时请大家算假酒厂应该代收代缴的消费税是多少 然后他唬你 他说白酒的成本利润率给你了 消费税的税率因为是负荷几张 比例税率定额税率都给了 这个就是唬你的 有同类价的是用不到组税价格的 直接就按同类价来算税了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道题考大家 第一点委托加工的界定 先分清楚符合不符合 第二点一看 哦加工的是白酒 采用的是复合计征的方法 第三在算税的时候 一定是从价加从量 而从价这一块有同类价的 就不要再组成计税价格了 三个考点 都分析完了 那我们下面就来开始来算了 这个酒厂应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首先先要从价 先征一道从价税 这个从价税因为有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 直接按照同类价格 然后乘以比例税率20% 然后再征一道从量税 当从量税的时候 一定是20吨一定换算成 金 用2000斤 然后乘以0.5 最后一定要换算成万元 这里为什么除一万 是因为你前面的从价是万元的单位 所以你这同量税也必须换算成万元 两者换算单位要一致 最后算出13万元 这就是典型的 叫有同类销售价的 必须按照同类价 就不要组成计税价格了 OK 这道题通了啊 再来看下面一道题 假企业一般纳税人 23年的1月 听好 向农民收购了一批烟液 所以给农民支付了收购价款 50万元 又给了农民价外的补贴 10万元 开具了农产品的收购发飘 注意这是烟液产品 属于农产品 看出来啊 然后支付了收购的价款 又把这批烟液运往加工厂 对方也是一个一般纳税人 委托他加工成烟丝了 这就加工应税消费品了 烟液不是消费品 但是加工成的是应税消费品 在加工的时候 又取得了运输企业 对方也是一般纳税人 开出的专用发票上 著名不含税的运费 1万元 1万元 看见了吗 这就是运费 又产生运费 这运费进不进成本 金 又支付含税的加工费 5万元 以工厂 没有同类烟丝对外销售 所以没有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 消费税的税率 30% 以加工厂当月就把烟丝交付给家企业 请大家计算 以加工厂当月应代收代缴的消费税是多少 你看这道题就难一点了 难点是在哪 此时的材料是一个计算抵扣的 因为它是烟业产品 加工成烟丝 所以此时这个烟业提供的烟业成本 一定不是百分之百的买家 一定是在购进时抵扣完了进向税额之后 留在账面上的成本 一定是多少 90% 因为你拿烟业加工的是 适用13%增值税税率的货物 所以你在抵扣进向税额的时候 是可以适用10%扣除率 在扣完了这10%的进向税之后 记载在账面上的烟业成本 就不是百分之百的买家了 一定是百分之多少 90%的 而且由于是烟业产品 所以材料成本当中里 一定是包含着 有20%的烟业税在里面 所以这道题就相对难一点 要把我们前面所有学的增值税的东西 都得用在这了 消费税才能算出来 否则你这个时候 你再算烟业这个材料的成本当中 那你就乱套了 你成本都不对 那其他的就都不对了 所以此时一定要把这烟业的成本 是怎么构成的 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想一想当时是怎么来的 我们看看这道题会做吗 我们下面 有同类价的就按同类价格 无没有同类价格 这少写了一个字 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的 一定按照组成计税价格来计税 此时好好看 这个计税价格是成本加加工费除一减比例税率 那我们在这道题当中里面 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运费就得进入到材料成本中 对不对 加工费要以不含增值税的加工费做计税依据 好 下面好好看这个代收代缴的消费税里 成本这一块是一大串 我们看看成本这一块 首先是支付给农民的收购款 收购价 又给了农民十万元的实际价外补贴 这是实际补贴 对上号 一定注意还有什么 大家看 还有一个百分之二十的烟液税在里面 百分之二十的烟液税 它的税机一定是拿这个收购价 就不能够按照实际的十万补贴了 一律统一按百分之十的价外补贴来算 所以它是固定的乘一加百分之十 构成它的收购金额 然后乘以百分之二十的比例税率 知道这一部分吗 这一部分不就是烟液税吗 然后一定是百分之不是百的买家 一定是在扣除了百分之十的进项税之后 留在账面百分之九十的成本 一定是百分之九十的 看好了吗 好 这就是材料本身 由于实行计算抵扣的情况下 这时记载在账面的成本是这么来的 这个如果再不明白的情况下 想一想当时推是怎么推的 结合增值税里面 想一想当你在从农民那收购了烟液之后 你在记载在账面的成本一定是这么来的 是首先拿收购的总额 收购的总额 收购的总金额 拿收购的总金额 然后减去一个什么 用收购的总金额 乘以了百分之十的扣除率 是扣除了这笔进项税额之后 记载在账面上的成本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记载账面的成本 一定不是百分之百的收购金额 这是百分之百的 收购总金额 但是你扣去了百分之十的进项 所以留在账面的成本一定是百分之九十的 这个逻辑结构先清楚了 然后再进一步看 最关键的不是一般的农产品 又是烟业产品 那么这个收购的总金额当中里 含着什么 这个收购总金额里 是首先是收购价 加上给农民的实际补贴 再加上一个烟业税 构成的 是不是这样的 收购价给农民的补贴 多了一道烟业税 你要一般农产品呢 不就收购价跟补贴吗 构成它的买价收购价 由于烟业多了一道烟业税 这儿是一样的 再拿这个收购总额 还是这一块 是拿收购价 加实际补贴 再加烟业税 这是一致的 对不对 然后乘以10% 这中间是减 然后我们再接着 把烟业税再展开 是拿收购价 加实际补贴 我减写了实补 然后再加收购价 乘以加10% 固定的 算烟业税的时候 就不能按实际补贴走了 统一按10% 算价外补贴 构成它的收购金额 是不是呀 然后再乘以 百分之什么 20的比例税率 这不就算出 它的烟业税吗 再展开下一步 会了吗 这也是一样啊 还是拿收购价 加实补 加收购价 乘以加10% 乘以20% 再乘以10% 是不是这样的 出来了吗 然后大家看完了 提取供应式啊 共同点提出来呀 提完了 把共同点 都是收购价 加实补 然后加收购价 乘以加10% 再乘以20% 这就是供应式 提取供应式的地方 是不是这样的 好 然后乘以括号 1- 多少 不10%吗 到这一步 提取完 共同的供应式之后 留下是乘以 减10% 不就90%吗 这就是最后 真正记载在烟业的 实际 成本 求出来了吗 是不是这一串 是不是 把这个公式的推导 我都给大家推导了 此时留在账面上的成本 一定是90%的 好 这个推导公式怎么来的 大家看完了 再回头看我们这道题 是不是这样的 大家看 共同的提取供应式 收购价加实补 加上收购价 乘以加10% 再乘20% 这不就是供应式吗 然后乘以减10% 不就是90%吗 这公式怎么来的 提取供应式 怎么那部分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这就是构成了 烟业产品的实际成本 然后再加上运费 这运费取得的是专票 而且是不含增值税的 1万 这就是以 如果取得的是普票 那就价加增值税 进成本 所以这1万 就是运费 而且是一个不含增值税的运费 加工费 不管是取得普票 还是专票 都应该是以不含增值税的 加工费 所以这时取得的是含税的 一定要替税 所以除以1.13 这就构成了它的组税价格 成本加加工费 然后除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组税价格 再乘以30% 因为烟丝是从价计征 不是负荷计征 卷烟才是负荷计征 到此结束 所以这道题的立体链 就是让大家能明白 什么叫计算底扣来的 这样的材料 记载在账面上的成本 就不再是100%的买价了 一定是90%的 怎么来的 尤其烟业产品 它就复杂一点 OK 看完了吧 好 这就是烟业产品 要不是烟业产品呢 就是一般的农产品 就比烟业产品 要简单多了 一般的农产品 它因为也是计算底扣的 对不对 所以这时 记载在账面上的 实际成本 也不是100%的 一旦把一般的农产品 也加工成 应税消费品的 这个时候 您看这个账面上的 实际成本 等于什么 还是这么推 一定是拿收购价 给农民的实际什么 补贴 这就是它的整个的买价 买价不就这么构成的吗 然后减去什么 还是拿这个买价 收购价 加实际补贴 就没有烟业税了 就少了一个烟业税 然后按照10%的扣除率 抵扣镜像啊 抵完了镜像之后 记载在账面的实际成本 然后提取供烟室 变成了收购价 加实际补贴 实补 然后乘 一减 10% 这就90% 这就是一般农产品 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成本 所以它就少了一个烟业税在里面 都通了 好了 这就是委托加工里 稍微难一点的 重中之中 就在这成本 委托加工 考的就是大家这个成本的核定 您就这儿还不会 那这 这它还算什么呀 这甭算了 跟没学一样了 因为其他的都是已知条件 就这不是已知条件 大家要把握好 OK 这就是委托加工 第一个环节 上来就是加工 加工好拿回来的时候 收回这环节 就发生了纳税义务 都应该由受托方 代收代缴消费税 而受托方在代收代缴的时候 他的税机 计税价格是什么 从价计证的 负荷即征的 大家自己清楚 甭管是从价还是负荷 难点全在材料成本上 那成本只要核定好了 那不就完了 而这个成本 一定是不光是材料的买价本身 一定含着 在加工中所产生的运费 要记入到成本中 OK 这就行了 好吗 所以这些都需要大家理解 弄懂了 概念一定要非常清楚 这样的话 运用到公式里面 一算才行 你概念还糊涂糊涂的 拿到题就粗 这就是第一关 代收代缴 好 这是我们本节的重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